Hello,大家好,我是飘凌 那么很久也没有拍这个视频评测了 那么今天来拍一个视频评测 那么最近呢,我比较这个沉迷于这个小动物的玩具啊 因为我这个偶尔得知了这个有一个厂商呢 这个叫Paple,要不叫Paple 它这个是一个法国的公司 那么这家公司呢,做的这个小动物的玩具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 而且可以跟孩子在家玩 还有一定的这个教育意义 可以跟孩子寓教娱乐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么最近呢,我也是入了这几款新的小动物 那么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吧 那么先看一下这个小蝙蝠吧 这小蝙蝠呢,应该是 如果是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哦,这个是18年的产品啊 18年,那么它的这个 把一些这个玩具的上面这个 比如说这个质检啊 还有什么这个制作产地啊 这些东西都印在了这个翅膀的内侧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印到这个后背这块比较好一点 因为你从正面看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字嘛 是吧,这个呢,应该是一个3D打印的一个作品啊 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的对称 甚至连这个毛的刻画都是完全对称的啊 呃,这个细节方面呢,确实是 呃,不如这个手雕的精细呢 但是也还算可以啊,没有说那种啊 特别糊啊,其实还是 细节还是很到位的 看到这个翅膀上的这个小纹理啊 很有意思 这个这个这个作品非常立体 就算是它的这个翅膀呢 它也有这种立体感啊 不是一个平的片片 而是一个非常有立体感的感觉 这个塑造的非常非常好 这小玩意儿呢,特别小 大概只有 大概只有这么 几厘米吧 大概是个6寸的长度 可能还不到6寸吧 4寸 大概是呃,翅膀展开是4寸吧 这么小一个东西大概是8块9毛9吧 好像是 呃,我在加拿大买的这个东西确实还是蛮贵的啊 但是它这个,还是值这个钱的 我觉得毕竟它这么精致 而且涂装呢,也还可以啊 应该这个牙齿特别的小 但是没有什么意思啊 就它这个小眼睛啊 也很小 也没有什么意思啊 这个作品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一个作品 非常的不错 那么如果喜欢小蝙蝠的 这个特别是细血蝙蝠的朋友呢 我还是很推荐这个的 而且它还可以搭配各种的人偶啊 这个尺寸还是不错的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小蜗牛 这个小蜗牛呢 一个是20年的作品 啊,非常的精致 那么我给它扫了一点点这个亮色啊 它这个身上扫了点亮色 然后加了一点这个 啊,亮光漆 那么实际上呢 它这个蜗牛的这个身体部分呢 可能没有这么亮 嗯,但是呢 它这个整体的,呃 这个造型刻画啊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而且你看它这个 肉的这种感觉啊 它这个也有一种立体感 啊,一些很微妙的小转折啊 都刻画到了 身上的这个肌理啊 这个 就好像是这个皮肤的,呃 纹理 也,也这个刻画也非常到位 壳的刻画也非常不错啊 什么一层一层的 这么小玩意儿 好像也是8块9毛9吧 加币 所以说也是确实不便宜啊 就这么点 大概还没有一个 也就两个指关节这么长吧 涂装 就这款 这款,呃 蜗牛确实是非常不错 它大概是一个 嗯,非常巨型的 1比1的蜗牛 呃,如果是 呃,拿出去外拍的话 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就像真的一样 看起来 啊,我之前就拿过这个蜗牛外拍 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入手的 好,那么再来看下一个 这个狐狸 这狐狸呢 好像就是这个 比较早期的作品啊 我看一下 应该是2013年的老作品 13年的作品啊 这个,这个狐狸呢 比较值得 呃,夸赞一下的是 它这个动态啊 你看它整个这个 走路的这个姿态 你就看它走路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狐狸 它不是一个狼啊 或者是一个什么别的东西 或者是个猫啊 或者是狗 它这个有一个独特的 这个狐狸的这个狡猾的感觉啊 这个动态很灵动 很皎洁的一个感觉 非常非常到位 它这个 身上的这个毛啊 层次感 钓刻的非常好 不是一大片 然后 都是模模糊糊的那种 它是 有组织的有分 呃,分组有层次的一个 毛的刻画 这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作品 但是呢 它这个问题就是 它这个脸啊 这个脸刁的不咋地 这脸刁的不太像个狐狸 像个老头似的 呃,可能有点用力过猛啊 比如说这个眉毛这块 眼袋这块 这个这个结构有点太 太夸张了啊 它这个实际上 狐狸呢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 介于狗和毛之间的一种感觉啊 脸长长的 那种 这个鼻子也做得太小了 实际上 狐狸鼻子没有那么小 这个脸呢 我觉得不是很满意 但是它这个身体啊 这个动态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毛的刻画也很好 因为是 比较老的作品了嘛 2013年呢 可能 当时呢 这个确实 呃,这个原型师呢 可能 也不是那么成熟啊 但是它这个 脸可能没刻画的很好 因为脸太小了 可能刻起来比较困难 但是它这个毛啊 确实不错 啊 它这个 站起来呢 感觉有点歪歪的 不过还,不过还好啊 就是有一种 瞬间的这个动感吧 你就当是突出这个动感吧 那么再来看下一款 这个小 啊 小袋鼠 还有这个小袋鼠维里 那么看一下 它应该是2016年的作品 也是一款比较老的作品了 这个袋鼠呢 正体看起来 啊 非常成熟 这个身体上的毛呢 刻画的非常大气啊 走的一个 走的很整 然后这个身上这个褶皱啊 非常到位 看一下这个布袋里面 这个褶皱 非常非常的好 身上有一些 这种很微妙的 这种小变化 还有这个腿上的筋啊 这是毛的走向啊 还都是 蛮写实的 它是我比较喜欢这个 它就是因为它这个 雕工啊 它们这个公司的雕刻 这个风格 都是偏比较写实类的 不是那种 特别卡通 然后拿到手里面 觉得很幼稚啊 这个东西拿到手里面 没有一种很幼稚的感觉 就感觉 这是一个 可能是写实类的 这个小玩具啊 对这个教孩子呢 还是非常好的 或者是这个成人 收藏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我在这个脸上 扫了一点这个白色 因为它这个 我这个涂装 可能有点重奖 这脸上一大片的灰 所以我就再给它扫了点白色 那么这个袋鼠呢 头雕还是很好的 就是很可惜的是个头啊 两边可能有点不太对称啊 这边可能 从上面看的话啊 这边鼓一点呢 这边要低一点 就是它在这个水平线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Z轴嘛 我们叫这个Z轴 可能Z轴这边这个眼珠 往外突出一点 这边这个眼珠呢 往后了一点 所以感觉这个眼睛啊 不太对称 你如果这样看的话 可能 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对吧 它这有一个平面的感觉 这个眼睛 直接就往后走了 这也不太舒服 那么这边脸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 而且它这个小BB刻画的 也很好玩 如果不是那么 它吹毛求刺的话 这个作品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你看 它这个整体的感觉 整体的结构啊 动态也很好 它这个手吹在前面 好像要保护孩子一样 那种感觉 像毛也很好 嗯 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品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玩意呢 我查了一下 它叫俊英啊 俊英或者叫马舅啊 是这个施舅和马的 这个结合所诞生的后代 施舅呢 他就是特别喜欢吃马肉 所以呢 施舅和马如果生出来一个东西呢 被誉为是这个 不可思议的奇迹版的爱情的象征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吃猪肉的话 那你和猪生的一个孩子的话 那也就是不可思议的爱情的象征 是吧 不太可能的啊 从基因学上来讲的话 看来看一下这个俊英 他的这个眼睛啊 是我重涂过的 我用一个黄色把它原来的眼睛盖住 然后再点了一个这个小瞳孔啊 黑色的瞳孔 因为他他原来的眼睛啊 这个涂装的非常非常烂的啊 而且他有一个黑眼圈 我觉得这个压根的没法看 所以我就用这个白色啊 稍微盖了一下 然后这眼睛啊 勾了一个黑啊 黑边 就是相当于这个睫毛吧 然后用黄色盖了一下 然后用黑色点了一下 然后最后又扫了一个这个高亮的高光在外面啊 保护器保护一下 这个俊英呢 啊 确实是非常非常酷 他这个体积呢 也非常的不错 就是这个翅膀很大 但是这个售价呢 我我我买的可能有点贵了 是18块9毛9加币 实际上的话呢 大概15块钱啊 16块钱可能就能搞定 但是他这个啊 这这款作品确实是 呃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3D雕刻的作品 因为他是一个完全对称的啊 完全完全对称 他他每一个毛都是对称的 而且这个翅膀也是完全对称的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 他应该是一个这个3D的作品 然后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 羽毛的刻画非常非常的细致 他每一个小羽毛上 还有这个小细节啊 很好让我想起了以前麦克法兰的一些作品 很很很走心的一个雕工啊 而且他这个层次感非常强 像这这边是一个小小的羽毛 这就分了三层 然后下面又有两层 然后这个羽毛 这个地方又分了两层 然后这个后面的大羽毛啊 又分了好几层 这个层次感啊非常非常棒 我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啊 分层次比较好的这种作品 而且他这个尾巴呀 这个动态你看 他这样垂下来 然后一点点贴在这个腿上 而且他跟这个腿啊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样的话就不会尾巴 就会因为这个重力的原因啊 比如说塌下去啊 或者是变形啊 或者是被撞断了 这种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 这个俊英的细节啊 可以看这个腿啊 他这个爪子刻画 这个腿上的这个肌理啊 你看像这个鸡皮疙瘩式的这种肌理啊 这马的这种毛的这种感觉啊 也是非常刀意的 这个作品好在就是他的这个涂装好像 比其他的作品要好一些啊 你看他这个毛 他有一个深一点的颜色啊 压在里面 然后浅一点的颜色扫在外面 就感觉突出了他这个层次感 这个马也是 这个马的部分呢 也是他这个浅色的这个扫色啊很柔和 而且他这个鸡腿这个鸟腿的部分 啊这个深浅的变化 非常的微妙 这个作品还是 感觉比其他的涂装好像要好上一个层次 那这个俊英就是这样了 嗯 这个这几个作品呢 有心有救啊 这个俊英应该也是 这个俊英是二 是19年的作品 有心有救于13年19年20年 是吧 不同年代的作品 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年代不同呢 这个工艺也有所改良啊 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月薪的东西 他在这个3D打印方面 3D雕刻方面 他有他的优势啊 比如说他可以做到完全对称 然后他可以做的特别特别细 如果打印机特别好的话 你可以做的特别细 然后打印出来也特别细 但是如果打印机很烂的话呢 那就是浪费了啊 嗯 那这几个小动物呢 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啊 今天这个视频吧 给我点赞留言都可以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